上海地铁的建设是世界的一大伟大的成就 因为目前来讲上海地铁的运营里程 已经增加到831公里 而上海地铁已经成为城市的第二空间 你走哪都离不开地铁 干什么都离不开地铁 地铁已经是上海这个城市 非常重要的一个商业也好 居住也好 还是通勤也好 重要的一个空间 十年前2013年 上海地铁的运营里程只有567公里 而如今已经达到了831公里 领先全球 领跑全球 客流量那就更吓人了 已经达千万级别 所以整个的这个上海地铁在十三五期末 网络运行可靠度 服务水平 经营规模 运营效率等四方面 八大运营绩效 关键指标已经进入全世界的前六名 那当然 上海地铁不仅仅是建设和运营的问题 围绕着上海地铁盖出来的小城 也是接连拔地而起 为区域经济引入活水 当路网融入数字化基因 会思考的机器成为最强辅助 当最美车站经验亮相 带来文化与美学的体验 这些都在表明 地铁已经不是简单的交通工具 而是增强经济活力 展现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 目前上海地铁的这个网络 是非常的四通八达 这个累计二十条轨道交通线 五百零八座车站 八十三座换乘站 网络规模从二零一三年 到今天十年时间 都一直是临跑世界的 那现在也有很多的新的成就 而且未来来讲 上海地铁还将引入更多的先进科技 先进的这个车辆 所以上海地铁的这个线路的行车间隔 也会越来越短 路网客流第一的这个上海二号线 还将会升级 成为全球首条拥有双套信号系统的地铁 就有备份了 如果出现故障就会切换 所以即便有故障 仍能够实现这个正常运营 这是解了很多上海乘客的这个 以前经常碰到的运营信号故障 然后就大家就开始换乘了 就是公交接驳了 乱成一团 而未来双信号系统的使用 将使得上海地铁的运营更加的稳定安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